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传染吗 如文医生特邀专家杨远 闲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感染科副主任医师 这个慢性乙型病毒性肝炎 那么这个如果体内的病毒是阳性的 它肯定是有传染性的 但是呢 就是说我们知道 这种乙肝的传播途径呢 主要是在我们国家母婴可能是最主要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输血 那么现在我们血制品的这种管理呢非常严格 所以通过输血途径的这种可能性还是比较低的 那么再有一些高危的 比如说我们就会破损呀 这种的话有可能 如果病毒量比较高 就是说是因为这个就确实到 我们在离床会见到很多病人 就是说是有这个 是一个慢性乙肝的感染者 他就很焦虑的是 那么我会不会给我的家人传播 我会不会给我的孩子传染 对 那么这个呢我们是这样子 那如果要是说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通过血液的一个传播 如果要是这种情况的话呢 我们会建议家庭的成员呢 第一个首先去检查 第二个呢 就是要如果要是看有没有这个抗体的这个保护性的抗体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要进行这个疫苗的一个接种 那么产生这个保护性 那么至于这种传播 主要呢是一个血液传播 所以我们不会很轻易的这种传播 包括夫妻之间 我们这种传播的这种概率也是很低的 所以呢 我们更重要的是要让大家要有这种意识 第一个我们要去监测 第二个如果有这种没有抗体 我们要进行打疫苗去保护